都说人越红越容易被C 斗鱼冯提默就是这样一个存在 今年开年以来 主播冯提默的事业就像开了挂一样一路顺畅 不仅上节目还接下不少代言 更是隔三差五的登上CV台综艺 对比其他主播来看 这资源真是好到爆 但就在这事业最当红的时候 却忽然爆出不少有关他的黑料 而且还都是较早之前的事情 却又再次被翻出 果然人红是非多 而冯提默在镜头前表达完自己想说的话之后 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 做直播发单曲一刻也没闲着 最近刚刚接下手游的主题曲 新歌左手的演唱 刚刚上线不久就在某音上 拥有三亿人的点击量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去回击那些磁虚乌有的谣言 从不在意意志默默地做自己喜欢的事 你能够上磁虚乌的主题 就会给你了 我这边就不在意志默默地做自己的效果 因为你这个人的说明 你觉得我这边就不在意志默默地做自己的音乐